推后场 往前挑球失误了 李子佳输了 李子佳遭到了爆能啊 收敲的李子佳也是非常愤怒 路杂球拍 最近几天他确实太憋屈了 这是2022年法国公开赛 刚刚丹麦赛失利的李子佳 本来要再次冲击冠军 但是没有想到 这起状态如同被淘汰的失与期 一样低迷 据说前几天的李子佳 李子佳加装还出现了变故 这一系列的因素 让李子佳打出了一场离谱的比赛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 李子佳是如何输的吧 这个到位 才能去来打一些进攻 第一局比赛 其实李子佳就一直被对方压制 跳高球后直接被杀出来 这个空球的角度非常的到位 大家还是把精力放到这场比赛 不用去过于的纠结 就输了一场 跳后场就是被直接杀穿 漂亮的推后场 这就是技术的压制 雷斯塔维托的披萨出界 李子佳还追平了比分 雷斯塔维托的状态确实好 感觉他打得更像李子佳了 还是那个P对角 打两边拉开转体 还是我往前的抢往技术更好 这一拍是我完全盼得到的 李子佳打球感觉变化少一点 有点那个三板斧的味道 判断出现的失误 这个往前 还是整个的 控制了 李子佳这一两 李子佳这几个错网打得确实不错 更多都是控网 李子佳的 基本上新人也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比赛 这个赛事还是要考验球员们的积分排名才有资格 这个跳伤失误有点大了 这一周确实都会累 这球太漂亮了 李子佳这个防守有点神奇 反超比赛了 反超比赛了 屏幕也都能看到两个人的泪 杀球出现了失误 李子佳又是一个披萨失误 20比18 丢到了赛点 明显慢了一点 人也不兴奋 能看出来 漂亮 雷射塔伯托 最后一拍杀最深 杀的是真凶 直接拿下第一局比赛 第二局上 李子佳前面的状态其实还不错 这种进攻终于是打出了霸气的感觉 自己主动来进攻得分 又是一个披萨特首 雷射塔伯托又是一个失误 李子佳11比7零先进入下半段 眼看第二局就要撈下 比赛又出现意外了 再来披萨 再来披萨 这种失误确实是有点离谱了 真的 没有太弱的 哎呦 这球控的漂亮扣的更漂亮 这才是真正的李子佳打法呀 好球 但是失误真的跟实语其拉长一模一样 就是多 你看这种球也失误啊 漂亮 但是塔威托的打法很明确 哪怕我失误 我也要尽力去戳你的往前 又是一派戳往后的披杀 然后自己的进攻再去衔接 现在事后大家都找到了打李子佳的方法 追平了比分 哇好球啊 再杀一拍 推到后场 连续的挡网 李子佳标注定的反派虾 没有 还是戳往后阻挡的批杀 李子佳的往前有点控不住对方啊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机会球 结果自己歪的非常离谱 这种球就可以看出状态的差距 哇好球哦 最后李子佳一个接球失误 那比赛就这样遗憾输掉 招到了包人 输球的李子佳也是非常愤怒 直接露出来球拍 说实话这样的动作 还是很少在李子佳身上看到 或许他真的心里太多的压力了